208 特殊造型實體 那我們這邊先畫出這個 長方體 那這邊的距離45 這邊是24 高度也是24 所以這邊炒彙 TOP面 炒彙 用中心矩形 畫一個矩形之後 這邊是45 這邊是24 確定 然後Ctrl D之後 隱身向上是24 確定 我把它轉成 著色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要畫這個部分 那這部分我們用混層 來 所以點選混層 點結面 定義這個面 確定 然後我們這邊用參照這個邊 跟這個邊 關閉 我們把平面顯示關掉 用直線 畫一條水平線 回來 回來 那第一個呢 是這裡到這邊的距離 還有這一段的距離 還有這裡到這邊的距離 OK 然後選取之後 右鍵 的修改 第一段這邊呢 是9 第二段這邊 18 第三段這邊也是9 打勾 確定 然後呢 這邊我們按一次Ctrl D 他這個是要向上 但是我們要向下 所以截面這邊的第二個 那向下多少呢 這邊24 這邊9 所以這一段到這裡 向下是15 所以這邊打 -15 炒灰 對 好 那因為這邊 這邊來講的話呢 參照 這邊沒有辦法參照 那 如果是直接用直線畫的話 這邊是可以 但是抓不到 所以這邊 我們還是先畫 先畫 來 這裡 點直線 來 這邊我們先參照一下 參照這個邊 跟這個邊 關閉 然後拿直線 自己 重新再畫一次 OK 好 然後我把它轉成框線 來 這一個要跟這一個平行 好 然後呢 這一個點到這邊的距離 好 然後呢 呃 這一個的距離 好 OK 這樣就可以 這個是9 這一個是 27 好 然後按確定 好 Ctrl D 好 然後我們選擇是 除了 我把它改成 著色 好 確定 好 然後呢 這邊 倒角 選擇 轉角 倒角 選這一個點 好 分別輸入9 好 確定 好 確定 那它的坐標系呢 是在這裡 所以 點選坐標系 好 然後 S是這邊 Y是這裡 所以 這裡 S是這裡 Y是這裡 Y要反向 Y要反向 那我們來看 第一個 表面積為何 好 點選它之後 表面積是這一個 好 然後第二個 S軸 S軸是這一個 好 第三個 要改變尺寸 好 改變尺寸 我們來看 好 呃 第一個 這個是 L1 18 L2 就改成L1 20 L2 10 所以這邊呢 混成右鍵 編輯定義 好 好 第一個截面 好 第一個截面 這邊呢 這裡是 L1 18 改20 L2 9 改成10 好 然後呢 接下來 L3 這裡 好 第二個截面 這邊 這邊 L3 改25 確定 確定 好 Ctrl D 回來 好 那這邊告訴我們 體積 體積 來 一樣 這邊 體積是這裡 好 然後呢 A到B兩點的距離 A到B 所以 這邊 測量 A 點這個點 Ctrl 鍵按住 B 點這個點 所以是 這個值 好 以上 這邊 是 208 1 1 6